哈喽,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张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叫做成双的东西 成双的东西 意思呢,就是有一只袜子 它跟另外一只袜子 它们组在一起,变成了好朋友 然后呢,它们就变成一双袜子 那我们再来看看鞋子哦 它也是有一只鞋子 跟另外一只鞋子 它们组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双鞋子 成双的东西啊,都有两个 你看,一、二 一、二 就像袜子跟鞋子一样 它们都有两个 然后它们组在一起 组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双鞋子 一双袜子 那小朋友,现在我们有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要帮袜子 找到它们自己的朋友哦 你们找得到它们的好朋友吗? 首先,我们先来找这一只袜子 你们知道哪一个才是它的好朋友吗? 答对了吗? 聪明的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来找找看 这一只袜子 它的好朋友是谁呢? 它的好朋友是这个吗?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呢? 你可以指给老师看看吗? 答对了吗? 最后最后 我们要来帮这一只袜子 找朋友 小朋友 你们知道 它的好朋友在哪里吗? 是这个吗?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呢? 聪明的小朋友 指给老师看看 首先 小朋友伸出你们的双手 它是有一只左手 和一只右手 组在一起 变成了好朋友 所以啊 我们的手 是成双的哟 甩一甩你成双的手吧 接下来小朋友 低头 看一看你的双脚 它是不是成双的呢? 它也是啊 由一只左脚 跟另外一只右脚 组在一起 变成了好朋友 所以啊 你的脚 也是成双的哟 一起踢踢看 你成双的脚吧 接下来啊 请小朋友 检查看看 爸爸或者是 妈妈的耳朵 它们是不是 成双的呢? 是的 它们也是 由一只 左耳 跟另外一只 右耳 组在一起 变成了好朋友 所以啊 我们的耳朵 也是成双的哟 摸摸你成双的耳朵吧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爸爸或者是 妈妈的眼睛 它们的眼睛 是不是成双的呢? 是的 它们也是 由一只 左眼 跟另外一只 右眼 组在一起 变成了好朋友 所以啊 我们的眼睛 也是成双的哟 小朋友 请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找到 更多成双的东西吧 拜拜 学过了成双的东西 现在我们要来学 长度 长度呢 分长 还有短 这条毛巾 长 这条毛巾 短 长 短 扫把 短 扫把 长 绳子 长 绳子 短 聪明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 用你们的小手指 告诉老师 哪一把扫把 是短的扫把呢?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哪一条绳子 是长的绳子呢? 用你们的小手指 告诉老师 哪一个是长的绳子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小朋友 跟老师一起说一说 看一看 铅笔 短 比较短 最短 再一次哦 铅笔 短 比较短 最短 接下来我们看长 铅笔 长 比较长 最长 再一次哦 铅笔 长 比较长 最长 聪明的小朋友 聪明的小朋友 跟着老师 一起用你们的小手指 一起念吧 短 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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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再一次哦 小手指 小手指 接下来是长 小手指 长 比较长 最长 再一次哦 小手指 聪明的小朋友 你们可以告诉老师 这里有三条绳子 哪一条绳子 最短呢 你答对了吗 那请问小朋友 哪一条绳子 最长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老师要考考小朋友哦 哪一支铅笔 长呢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图片中的竹子 在竹子里面 请小朋友 帮老师找出 短 的竹子 你答对了吗 亲爱的小朋友 最后啊 老师要请小朋友 帮忙找找看 哪一支手指头 最短呢 你答对了吗 你答对了吗 你答对了吗